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装潢奢华的酒店里 圆忽忽的蒸汽适应机器 乱着酒杯 在谈笑的人群中穿梭着 昨天演出的上奏率 足足锐减了四分之一 我认为这是受到了巨人湖第二幕演出内容的影响 在第二幕放出的两天时间里 我们至少收到十封以上的匿名恐吓信 心中无一例外 要求我们删掉关于装表学徒梁徽的部分 换成别人做剪的同伴 好在昨天的戏 梁的戏份开始正常了 罗罗西 你在听吗 罗罗西 罗罗西有些心不在焉 他叹了口气 胡闹地把手指插进霉红色的长发中 是的 经理 我再听 黑玫瑰剧院的演出经理是一个秃顶的中年人 肥胖的杜楠几乎要把白衬衫顶破 这样的重大演出事故 在你的演艺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 剧风的压力很大 昨天晚上的演出内容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突出争旗公主的正面形象就好 别再叫那个梁出风头了 罗罗西的脸色突然严肃起来 不干涉我的演出 不接触我的演员 这是合约上明文规定的内容吧 演出经理举起手 好好 我不提了 他收拾起桌上的杂乱文件 突然又说道 再过几天 省弗朗西斯科的演出就全部结束了 市长先生想邀请你参加一个宴会 地点在爱神高塔 是什么样的宴会 圣弗朗西斯科海上铁路竣工五周年 负责这项工程的恩菲尔德公司 不久前因为宾威路段的家户设计 在业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恩菲尔德公司趁热打铁 想借这次晚宴 促成名为恩菲尔德蒸汽大奖的专业奖项 拿出五千美金的高额奖励 颁发给他们的首席工程师罗伯特 罗伦西听了 扑斥一笑 自己颁奖给自己 这不是很滑稽吗 这些年 罗伯特在三项球营用的很多领域都有建树 不少人都称呼她是十年来最了不起的蒸汽新秀 恩菲尔德扳脚给她 也不算无地方式 罗伦西 顶着吉普赛小茉的女孩走了过来 您的午休时间到了 既然如此 我就不打扰了 经理失去的站起了身 真是不好意思 至于你说的宴会 演出结束之后 我会按时参加的 秃头经理听了 点了点头 恩 那就这么说定了 送走了剧场的经理 多罗伯戴上遮阳帽 提起裙子 走上楼 门嬉戏缩缩的被拧开 多罗伯抬起头 吓一时的惊呼出声 啊 穿着蓝色羊毛衫的李妍 坐在藤椅上 端着一本相簿 看得津津有味 多罗伯身后的女孩 张嘴要喊人 却被多罗西捂住了嘴巴 你先出去 和别人说我睡了 叫他们不要打扰我 女孩满脸疑惑的点点头 多罗西松开手 脉步走进房间 纤细的手指 烧带上房门 先生 你这样的行为太失礼了 多罗西 扬怒道 这里的警卫不让我进门 难道你叫我大肆宣扬 多罗西和中国男人酒店约会吗 多罗西有些依依不饶 那你为什么翻我的相簿 李妍这才把相簿合上 对不起 我这人闲不住 好吧 我原谅你 多罗西坐到床边 摘下几只发卡 又说道 昨天的演出 你没有来 梁徽表现得像个脱油瓶 简几乎气疯了 李妍打趣道 那昨天演出效果一定不错 多罗西斟酌了一会儿 我知道你和你的同胞 最近碰到了不少麻烦 但我可以向你保证 不是所有人都对你们怀有恶意的 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多罗西 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节都有起 聊点别的吧 比如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多罗西文言 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开口道 我还是希望 你能替我赶走他 我受够了 即便你失去 现在万众瞩目的地位吗 多罗西疲倦 而坚定地点头 我真的累了 这次巡演结束 我想给自己放个假 至于未来的演出 多罗西 俏皮的一歪头 那些名流追蓬火 也不全是他的功劳 很多时候 多罗西的招牌 比多罗西的演出 要重要多了 有之前的底子在 我随便糊弄几年 扯个噱头 赚够了 就退休 李延听了哈哈大笑 我有点喜欢你了 多罗西小姐 李延先生 多罗西披散着头发 走到梳妆剑的前头 面对李延 浑然天成的 美丽五官中 是一抹化不开的 忧闷和恐惧 李延先生 请帮抱摸 镜子里翻滚出 浓郁的黑雾 一袭斗篷 在雾中浮现 李延开口 我想和你谈谈 一只黑色的触手 突出化妆镜 缠下多罗西的脖子 李延眼神一粒 白茫茫的龙土雾 后发先至 打得那触手 往回一缩 黑雾貌似受了刺激 居然猛地涌出了镜子 阴森森的斗篷 从多罗西的肩膀 冒了出来 都冒下涌动着 诸如动物器官 触手 铁钩 锁链 贝壳之类的古怪玩意儿 多罗西脸色惨白 他吓得紧闭双眼 不住地哆嗦 慢慢地 多罗西的眼皮不再颤抖 他昏厥了过去 你要为了这个迷途的灵魂 冒犯我吗 我一身 多罗西的身后 黑雾斗篷下的声音 丹雅难听 李延默然一会儿 他摊开手 那里有一滴金黄色的水滴 静静地躺着 射浑水 房间里一片寂静 李延却能感觉到 一股无以名状的澎湃情绪 夹杂着惊讶和气弹 斗篷下的声音 冷淡下来 即便是直面过 吴义皇帝 你也不可能 永远守护他 我曾经面对过 一个自称 伟大尤格的存在 我知道你们没有实体 只向凡人 传达自己的意志 而意志是无法磨灭的 但是 可以驱逐 你怎么敢拿 旧皇帝的移民 与史官相提并论 斗篷的声音干雅 而平静 什么是史官 良久的沉默 外神的好奇心 比最胆大妄为的反悟 还要要上十倍 如果你想探索更多 就让我看看 能直面吴义皇帝的外神 有什么本领 驱逐一位史官 话音刚落 黑雾和斗篷 收缩进镜子 消失不见 多罗西也软软瘫倒 李延掺住 多罗西的肩膀 把他安放到床边 再一回头 化妆镜 已经破裂成 几十只碎片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静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